哈喽观众朋友今天有政治最大条 莫过于是郭台铭的副手终于揭晓了 不过等等我们会带大家来进入更相关的分析 还是要跟大家来讲一讲 说这个聊天室可以来进行留言 所以今天有好多的议题包含政治娱乐 还有一些相关的社会案件 都欢迎观众朋友跟我们一起来进行讨论跟分享 让我听听你的感受是什么 好我们当然马上就要来进入第一part 就是今天的政治最大条啦 就是郭台铭他终于公布了他的副手 在早上八点半的时候 确实我也是吓了好大一跳 怎么会是赖佩霞呢 不知道观众朋友有没有看人选之人 但是我知道还是有蛮多人没有看过这部影集的 他是在讲政治的一些角力战 好不过赖佩霞在里头是演一个党的党主席 而且有参选总统真的演得蛮好的 结果你看我们的这个标题写了四个字 假戏真作 虽然假戏真作每次都会放在比较不好 但也真的就是假戏真作 他现在也要走入政治来当郭台铭的副手 好确实这个女星赖佩霞 他因为出道了四十几年时间 大家对他印象都蛮深的 所以今天他出场也是更受关注 不只是政界娱乐界也都是头条的焦点 好那他在这个致辞开场的时候 我也觉得他蛮厉害的 很流利 而且他跟郭台铭酸了一句话 他说你怎么民调这么低啊 我将郑重的邀请赖佩霞女士 担任我竞选的搭档 照浪着不再只是演的 当郭董开口这一刻是真的要选了 我相信朋友看到我站在这里 眼睛瞪得比嘴巴大 心里想赖佩霞你搞什么鬼 民调这么低 淌什么浑水 也不会自己想一想 没办法 我心里面就是有一个声音 君子有成人之美 相中自演 人选之人 党主席的林岳珍 副手人选郭台铭也说 赖佩霞从没想过其他人 她是我唯一正式邀请 正式谈过 有三四次吧 我太太也是 昨天还前天才晓得 外界曾点过的郭台铭一概否认 但没从政坛找人 赖佩霞更非业界出身 两人怎么搭上线的 我听过看过他的书 有共同的朋友 但我真正认识他是看他拍这部电影以后 自从听到郭董的邀请 我开始上网搜寻 我真的很难想象 明明善良 决定聪明 能干 有实力 怎么会把自己弄成 民调那么低 期许自己能陪郭台铭更上一层 但连郭东本人都说了 参选目的是为促成再也整合 赖佩霞说自己不怕 被牺牲 我们这一路来一定会非常的辛苦 走到底啊 只要我们夫人答应的话 别那么快 谈整合要与蓝绿白做出明显区隔 商人搭配艺人真的是非典型的 我看到这个人选之后 也感觉到 这是不是影集人选之人的第二季要出现了呢 好我看到绯闻案已经在留言板告诉我说 比林志玲还劲爆 确实真的是有点跌破眼镜的人选 好我们今天就要来聊一聊这个赖佩霞 因为今天也算是他政治的首灯板嘛 那当时在现场是我们的政治文字记者叶峰伟 峰伟好 叶峰好 各位闹大人好 好峰伟因为在现场有深入的观察 因此我们今天请他来跟我们聊一聊 我们要先聊到就是赖佩霞这个人 因为我们对他的印象是演戏 但是比较年纪长一点点的 对他的印象应该是唱歌 因为我今天就听到侯友宜说他歌唱得不错 好但是他也有一些优势对吧 他是一个人生跟他演戏一样传奇的人 其实侯友宜在讲这句话说 他唱歌唱得很好听的时候 是有另外的含义 这个我们待会再来谈 不过我觉得今天就是刚好在侯市长出访美国这一天 那郭台铭还有一个重要的宣誓 那他的这个副手人选 就是我们海面上看到人选之人的这个林月珍 党主席及总统的候选人 那这次他真的要投入这个真实的2024的大选 那跟郭台铭来做搭档 那有几个好处呢 他其实是声量非常高 我们也知道说郭台铭目前预计 就我们了解是17号的时候会到中选会来进行登记 那接下来19号公告之后 他全台的上百个连速点就要来展开 那他很重要的是说 因为他这阵子的声势是比较低迷 民调各位数 大家看到说越来越低 都是在第四位嘛 对 要怎么挽救呢 必须要有一个亮点 那刚好符合这个人是 他所说女性 然后知名 能力是不是跟他相符相匹配 这点不知道 可能后续可以来证明 但是至少的确就今天的新闻 还有各个网络的平台看起来 他的声势真的是非常高 而且他的精力非常的斜杠 对 我看到他的精力跟他的这个学历之后 我吓坏了 他还曾经去过美国哈佛甘乃迪政府学院的精英领导 甚至他的专长是沟通跟心理学方面的 出过很多书 这个人非常的斜杠 真的 他真的很多的 很多的这个 特别是在人选之人上面 大家所对他的认识嘛 包括郭董也说 资深一点的可能就是看他跟猪哥那样唱歌 好 这个我很没看过 这些就是不同的票群嘛 不过其实可以看到林月珍他这一次在台上的谈吐 就我们第一线的观察 就他走出来那一刻 我们大家觉得说 哇 好像来到人选之人的这个真实的场景 因为有一幕就是说 他走出了这个 在造势场合的时候走出来那一场 大家就觉得说这一幕好像 那仿佛台下的记者 其实我们应该是记录真实才对 但是突然那刹那我们变得很像是来这里的灵眼 大家就觉得说我们好像就是到了这个现场 参与的这个剧中的这一幕 就今天这一幕好像就是人选之人的第二季啊 对 可以这样讲 很多的这个新闻标题 大家看到的第一瞬间就觉得说 我们真的好像是配角一样 而且林月珍他的谈吐啊 还有包括他的应对 就是仿佛把这里当做是他的主场 明明是郭台铭 那郭台铭突然就变得暗淡 在这旁边静静的听他讲 那峰伟友有个好奇点 就是林月珍就是今天的这个赖佩霞 他在现场因为我们听到他句词的12分钟 其实谈吐都蛮流利的 他现场是不需要稿子吗 就这样子可以发挥 还是说他有稿子 因为我们觉得蛮厉害的这个说 这个感觉上 其实大家觉得说 就是身为一个优秀的演员 应该是台词要倒背如流吗 那今天在开场的时候 致辞是有观察到 的确在舞台前面那个printer上面 是有提词机的 因为这种重大的场合 尤其是在做这种宣誓的时候 不能错 真的不能错 只要一个诗言 可能大家就会放大的来检视 不过其实到了后面 在进行QA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记者提问的时候 这个林月珍就是我们所谓的赖佩 他是非常的就是很得体的进行发言 然后而且甚至他可以跟记者做互动 说来 一题一题来 你现在不要问我那么多 我们现在来互动 然后甚至就是跟台下就直接进行一个互动 非常的自然 然后郭台铭他也进行引导 他甚至可以引导郭台铭就说 我好像之前看你的业务精神 非常发挥的非常好 然后就是给他一些 他可以发挥的空间 但郭台铭有时候 他讲到一个点的时候 他就会无止境的在那边鬼打墙 讲了很久 大家记者都有时候的梦魇 就是他讲到一些 是不是有点宋楚瑜先生的感觉 对他一讲他就哇 一发不可收拾 那刚好他在旁边这位副手 就可以适时的 可以来给他一点辅佐 然后他也说他可以在心灵上 给他很多的慰藉 他也说希望郭台铭可以开心 他只要开心就会变得聪明 那我们听到的时候就说 所以你是在说他现在不聪明吗 是 好所以就是赖佩霞 他有一些就可以主导 郭台铭的一些语言 可能这就是他心理学跟领导的一些 这个专场所在 好那当然我们要持续的带大家来看 因为这个郭台铭跟赖佩霞的这个搭配 很多人认为说算是奇招啦 但是他这是不是一种拼短线的奇招呢 我还会再告诉你们他有多可爱 他真的很可爱 副手宣布记者会上与郭董相行之下 赖佩霞显得落落大方 逆势冲起一波声亮 赖佩霞作为一个艺人 作为一个演员 他今天的爆冷门 担任郭董的一个副手 那绝对在整个新闻议题的聚焦上面 有相当程度的一个效果 真的变成牺牲打之后 其实也不会影响赖佩霞的一个政治损益 政治经历几乎没有 反而进可攻 退可守 何况要联署的郭董 本来组织力道就相对薄弱 找到这位副手 光其知名度短期内 或许就能产生正面作用 很多的中间选民 或者是相对年轻的一个族群 会觉得就是说 郭董你的出牌操作很有梗 那我想帮你联署 看看你联署通过之后 会不会又有很多有梗有趣的一个操作 空战上有了新的支柱 要从连树入站还是基础 据了解郭台铭率先锁定六都 要在这里设置百处大型连树站点 其他县市则赋予200至300处中小型站点 再搭配全台跑的机动连树车 经中选会公告之后立刻启动 等到中选会一公告 那我们就会把这些站点标上Google Map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在外面 要办一个造势活动 一定得开机动连树车等级的 开到现场去提供民众连树 送上贴心服务 要民众走到哪都能连树 挺郭一掌 甚至直接喊出具体数目 我答应他三十万份吧 我会十三乡镇 拜托我一些好朋友下去帮忙 至于张华一掌 谢点灵更发话包办十万连树 前提是费用郭伴得自己出 好 刚刚峰伟就讲说嘛 今天的这个场合很像是在演另外一出的人选之人 确实这人选之人走入真实 我们先来看看这赖佩霞 他当然我们刚刚说很多优势 有作家有这个演员的身份 甚至还有心理学家 那这个学历也非常的好 那不知道观众朋友应该知道啦 他的媳妇是隋唐 那他的长女是谢佩恩 所以这都是演艺圈大家蛮熟知的 那因为隋唐的先生是Tony嘛 Tony还是赖佩霞的继子 他不是亲生儿子 所以他真的人生非常喘息 那我刚才也看到观众朋友有说 这个赖佩霞的爸爸是个美国军人 没有错 那他跟他妈妈 就是美国军人跟妈妈之间的 这个恋爱 然后导致就是赖佩霞出生 然后后来妈妈又自己养赖佩霞 哇这整个过程真的就很像是一个戏剧 在他的人生真实上也 好但是我们要问到的就是 我们知道每次在选举 不可会言都会有一些敏感议题 风伟你也知道 可能这个死刑是一种 然后因为我记得林月珍 在这个人选之人里头 就有讲过说死刑这个议题 他们当时还在模拟要怎么讲 对外来说 还有另外一个在台湾 很常会一定要碰到就是 核能的议题 这次郭台铭已经蛮表现出 他是挺核的 但是这个赖佩霞其实也被发现说 他在2013年曾经有参与过一首 叫做孩子的天空 那这首歌其实是反核的 那郭台铭跟他的发言人黄世修 都算挺核 那赖佩霞又是反核 这样的立场 蛮矛盾的 风伟 所以我们说为什么刚才侯市长在受访的时候 他就会讲说 这个赖佩霞他的歌喉非常好 因为他在2013年的时候的确唱过一首叫 孩子的天空 2013 对那一首歌就是声音来反核的 是FIR乐团 他们背后在幕后抽策的 那的确在这首歌里面除了这个赖佩霞以外 包括林志玲 这个也是被点名 过去有没有可能会成为郭董的副手的人选之一 那另外还有这上面没有写到的贾永杰 其实也被点名到说有可能是他的副手的人选吗 所以他们是拿这首歌曲来点名副手的人选吗 结果这首歌的确最后出来都发现 哇里面出来的都是郭董过去被点名过 可能会当他副手的人 除了这个赖佩霞以外 不过最后出来大家也是跌破眼镜 那刚才可以看到这首歌其实是反核的 那但是郭台铭他向来 他的这个核能立场是非常的鲜明 他主张核三应该要研议嘛 对核四的立场他是相对保留 他说因为核四有些建设他的一些设计是比较过时的 但是对于核能他是大力赞同的 所以他说接下来我们的整个国家的能力政策必须要改变方针 那所以这次看到大家会觉得说 他的核能立场相对于这个赖佩霞过去的 反核的立场好像两人是不是没有谈好 还是根本就没有交错到这么多次 因为郭董伟说我们见面就三次 而且我们过去根本不认识 是在看了人选之人之后 影集之后才比较熟 才知道他是谁 对确实这个就会成为外界比较需要讨论 或是去检视的 因为要选一个总统或者副总统 不这么简单 必须要有一些这个社会的考验 好但是我觉得赖佩霞还有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就是我们中华民国的总统副总统的参选人 是不能有双重国籍的 不过赖佩霞刚才说了 他爸爸是美国军人 然后妈妈反正他就是有美国的国籍 但问题就在说 他们明明就是要参选 这个被征询的时候 应该就有这样子的概念了 但是好像是今天 一宣布之后大家媒体放出来消息 他才有说要去做讨论 是不是尽快的放弃美国籍 这个状态又是怎么样 其实今天现场 大家就有发现说赖佩霞他是具有美国国籍 还有或者是永久具有 当初在讨论的时候 因为他过去大家知道说他住在美国 那从而出生也就是在美国 但是大家也知道 今天的会场 记者会会场非常的大 那点名的话 媒体提问是一个一个举手来发言点 所以我们在发现这个问题 要提问的时候其实是没有问到 这个问题最好是在当场的时候 就应该问到赖佩霞本人 但是并没有能够问到 所以事后我们马上向伙伴来进行求证 的确他是有这个美国的国籍 是 但是这个根据我们的国籍法 这个有双重国籍的人是不能够来竞选 公国人员不行 你要竞选政副总统当然是 也是不行 对 所以其实在这方面就很大的问题 但中选会今天说 你只要在1124之前 放弃你的美国国籍 你就可以继续来参选你的正副总统 甚至说你在联署的过程当中 你不放弃你的双重国籍也无所谓 大家不会在意 但是只是考验一个人的诚信 还有他的到底是不是真的 那么想要选到底他的决心 那现在这个他也透过办公室来讲说 赖佩霞是愿意来放弃他的美国国籍 但是他说透过律师还在处理当中 他至于说他真的是不是要来处理这件事情 不得而知 对 好 不过我也要讲说 赖佩霞这次在他的誌词上面 有讲说他是要落实 郭台铭再也的一个整合的心愿 或许有不一样的观点 但再也要不要让你整合呢 我们还是要问到说 风伪有一些比较内幕的讯息 就是蓝营这边似乎对于赖佳 郭霞对不起 赖佩霞 郭台铭这样子的搭配 他们其实是觉得 好像有点玩耳是吧 对 大家觉得说郭赖佩 郭台铭配赖晴德 很赖对 郭霞配 还是尽量不要避免这种暧昧的字眼好了 但是的确因为国民党一开始 他们其实内部据了解 就有些评估 就觉得说郭董他不太可能 去找到所谓的典型的政治人物 包括泛兰的也不太可能 因为过去他四年前的参选 大家就说黄建廷是不是一个合适人选 但是这一次 大家把泛兰的所有政治人物 全部都撇除掉了 那就是看说你接下来是 谁要来陪你参选 他自己也说是一个女性非典型 然后能力可以跟他相匹配 那最后出来这个人选 的确蓝营是有预估到的 但是他们觉得说一开始 假设你出来的人 你是符合你说的是女性 那可能是金融产业界的CEO等级的 那也是知名度 可能只有国际视野这样的人 可能能力可以跟你相匹配的人 那最后出来却是这一位 公正党的林月珍 所以跟大家料想中不太一样 那蓝营其实内部的也说 好像有点松口气 因为他们觉得说 那你可能就只是为了充你的声量 所以你要来做这件事情 你提名他 邀请他来担在你的副手 是不是为了接下来的这个联署 甚至林月珍 这个赖佩霞 在现场的时候 他就直接讲说 我们现在希望说可以跟 猴跟柯来喝咖啡 而且我要当面说我很喜欢你们 那就是说释出了这个讯号 所以蓝营也就是说 那你郭台铭很显然 你可能就是没有要选到底 你只是拼这一波 让你自己有更多的谈判的筹码 对 所以还是要看后续的状况是如何 好那当然我们还是要来讲到 因为这个美籍副手部分 是没有办法的嘛 所以林月珍也必须要放弃 才有办法来参选副总统 但中选会也已经说了 联署时是不审查 但是登记时就不能有 所以在11月24号之前 如果赖佩霞放弃了他的美国籍 才有办法成为副总统的参选人 2013年赖佩霞响应艺能界录制反核歌曲 参与录音拍摄MV 10年后和郭台铭搭配选总统 就被质疑两人核能立场大商劲听 那这个跟之前郭董在 他的竞选过程里面 特别主张核电比例 几乎是要每个县市 都有小型核电的状况 这里面我想他们两个的立场 是不是不同 这么多年过去 其实社会的氛围早就已经改变了 我黄世修 核四公投领先人 我过去也曾经反核 但为什么我转变我的立场 就是因为我知道我被欺骗了 不仅对何太多被质疑 现在也被发现赖佩霞父亲是美国军人 母亲是台湾人 台美混血拥有双重国籍 根据现行选拔法 虽然双重国籍者可以是副总统被连数人 但双重国籍者不得登记参选 因此未来郭赖佩一旦连数通过之后 在11月20到24号正式登记参选前 赖佩霞必须放弃美国籍 只不过从收件到完成 可能长达60天 距离登记节日只剩下71天 能否赶得上 先前没处理 说是怕被捕风捉影 其实绿营民进党总统参选赖清德 可能副手人选肖美琴 也是台美混血 在2002年英立委选举 已经放弃美国籍 2024可能是有史以来 美国因素最强的一次台湾大选 TV的选手军杨沛宇台北长报道 好 风伟我们一起看一下观众朋友的留言 因为大家对于这个赖佩霞蛮有感觉 他们说赖佩霞的口条确实是比郭台铭还要更流利啦 那我有看到黄贵妃娘娘好像有写说 余天部也是艺人吗 他也是立委 还有Freddy Freddy他也是歌手 只是要选副总统恐怕他就是第一人了 对 好 那今天谢谢风伟带给我们这么多的政治内幕 谢谢风伟 谢谢 谢谢大家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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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